首先我想就是要了解一下 因为你是在陕西进行了很多的活动 做了很多的这个非政府组织的活动 那么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你是怎么开始来从事 女权主义的这方面的活动的 这可能跟我个人的经历有关系吧 我是七七届的大学生 也就是说文革文化革命以后呢 我会高考第一届的大学毕业生 那么我们那一届毕业生分配的时候呢 基本上都分到了 因为当时一个大背景是中国政府强调干部的私化 就是所谓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 所以第一届大学生毕业嘛 全部就分到了党政机关去了 这样印差洋错的我也就走进了互联 那是哪一年你到复联工作 82年 82年一月份 陕西省复联 陕西省复联 那么在复联工作的时候呢 当时因为我是省复联历史上第一批 直接由大学分配来的大学生 所以复联也蛮重视的 从领导的角度呢 他们认为把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给我了 就是在办公室搞综合 负责呢起草一些工作报告 一些领导讲话 那么我也因此有机会看到了很多就是各县的 互联的一些调研报告的一些文件等等 82年那个时候刚刚是中国那个文革之后 整个的一个就是在农村责任制也刚刚开始 那么从整个社会来说也是个大的社会转型的前奏吧 那么由于文革世年呢 当时农村有很多很多新发新出现的问题 比如说那个买卖婚姻从一开始 那么这个买卖婚姻从一开始 同时也还有很多的父女就直接抗婚逃婚等等的 记住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那么我呢 自己个人的经历呢 就是说在文革文革这十年 培养了我们这一代人太多的那种对社会的责任感 所以原本进大学是想做一点社会科学研究 希望对中国社会的整个民主化进程呀 或者政治改革呀有所贡献 那么到复联以后呢 等于破了我做研究的梦了 那么在接触到这样大量的现实的文件之后 我就觉得行 我还是想做研究嘛 所以就选择了 当时就是中国的社会学业刚刚恢复 所以我就想做一些婚姻家庭研究 做一些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做一些妇女问题研究 这就是可能最初对妇女问题的关注的开始了 那么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一个就是说是1984年 1984年的时候呢 全国现在的中华女子学院的前身 是中华女子干部管理学院 中华女子干部管理学院 中华女子干部管理学院的前身是中国妇女干部学校 当时他们正准备一个转型要变成 就转型到大专制的干部管理学院的时候缺教材 所以他向各省呢 选派一些人呢 去做这个教材的编写 我有机会了 当时因为我对妇女研究感兴趣呢 我也主动的申请了 去参加这个教材编写班 那么我就84年的在北京待了整个一学期 3月份到7月份吧 那么这一学期是我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折 如果是我刚刚开始在复联那时候 我还是对婚姻家庭问题感兴趣 那你可能知道的大背景 如果社会学刚刚恢复的时候 我主要是关注的是婚姻家庭问题 也有当时还有个背景的婚姻法 刚刚颁布很多新的婚姻问题出来 对吧 那么这半年的学期是我一个很大的转折 就是我有机会看到30年代 30年代中国的妇女研究了一些 像那个沈军慧吧 对 沈军慧还有刘王丽明 他们写的书我在那个时候 就是在中华女子学院的妇女干部管理学 因为我们要编一本大专办的教材嘛 所以这些中国历史上也没有现成的东西嘛 我们他们就把历史上所有东西都拿来我们看 也包括罗群在三四十年代写的文章 都看到了 那是我一个短暂的集中的对中国在二世纪上半期的一些妇女研究的成果的一个学习 所以当时就激发了我对妇女问题研究的一些兴趣 我就在思考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妇女结婚运动了这么多年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以前如果说再没有接触到这些东西 你问以前的话 我们一般人习惯的简单的用 马克思主义妇女官就认为是 最初认为男女不平等是用借鸡要活 对吧 从起源里面看到的 那么紧接就认为是一种什么 就是说 由于生活化生产不够发达 将老都没有生活化 这都是我们概念化的理解 对 但是到八十年代那时候呢 我觉得这些都不足以解释 当时我们面临的那些复杂的很多的问题了 激发到我的兴趣去重新去思考这些问题去 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去 那么这应该看的就是我从那个 对妇女问题研究的兴趣的一个开始吧 那你后来那个八四年的学期回来以后呢 八四年的学期回来以后呢 很有意思 就熟悉中国这个改革开展的二十年历史人都知道 八四年前后是中国农村经历改革 向城市迈进的开始 那么随着城市改革的开始的话呢 很多出现的新的妇女问题 企业招工不要要女的 对 然后呢把女大学生活里面不出去 等等的问题都开始出现来了 那在这种大社会环境背景下呢 全国妇联也开始在思考 妇女研究了 八四年十二月是全国妇联的第一次 理论 我就非常高兴 我说要妇联系统也开始关注这些问题来了 那么我就跟我的领导商量 陕西也能不能开这样一次研讨会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妇联内部也在东京机构改革 全国妇联呢 在这个背景下成立了自己的研究室 那么底下各省妇联呢 也就上行下行 那个模仿 仿杖上层嘛 我们1985年1月份呢 省妇联的机构改革 我也就成了新成立的研究室的副主任 主任是谁啊 主任是一个老干部 他可能也给予就是我呢 一个呢对妇联就感兴趣 在这之前呢 我可能还没给你提过 我到妇联来就是那个研究的那个心不死 利用自己下乡房点的时候呢 做点数学调查写点文章 所以那个八四年也参加了家庭杂志 召开的第一届关于家庭问题的研讨会 所以他们也可以看出 我对研究感兴趣 也有文章 那么要成研究室的话 那就干过年轻化嘛 这样的话我就成了研究室主任 这是你第一个关闲是吧 第一个关闲 那么这个到了这个关闲 最第一件事情 就是给他们领导说 能不能召开一次妇女理论研讨会 当时我们就叫改革于妇女研讨会 然后也想成立一个什么呢 妇女理论研讨会 这个想成立研究会 当时的背景啊 对NGO不了解 不是说想成立一个妇女NGO组织 当时的背景是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 中国社会科学的这个波乱反正 重新繁荣有关系 那时你可能也在过来吧 各种新学科纷纷进去学会 因为妇联的这个情况 当我们80年代进妇联的时候 干部基本是老化的 都觉得老干部比较多一些 年轻人很少 知识结构非常单一 上过大学的人也很少 所以妇女也不可能在省复联干部类伍中 找到组织结成一个队伍 那么必须想外看 所以当时也就想成立这么一个学会 那么这个学会还没有 就是说领导初步同意 还没有开始正式征筹集文 没有开始组织正式筹备的时候呢 我又偶然间看到了南开大学 在举办一个生学研究方法培训班 收费的但收费不多 哎呀我就心想去了 因为我觉得毕竟我是学历史的嘛 是不是学自学不行呀 我还是想就有点训练 我就去找我们主席去了 我们主席挺明智的 她的明智也可能她的女儿呢 也想参加一个类似的文学系统的培训 结果她的女儿的领导就是不批 把她的女儿气得要命 然后她可能出自这种 这种亲身感受吧 她觉得可能当领导还是要怎么 要开明一点 所以她竟然同意我去了 那我这半年在南开的培训 非常好的一个训练 因为那时候中国生学刚开始嘛 那个研究方法培训班 是我接触到了很多的国外的 就像一些生理学家 像当时讲生理学理论的 我记得是一个叫蔡什么 是美国的华语生 是从台湾去美国读的 生理学的一个生学教授 那么教研究方法的 统治那个林兰也是美国的 在生理学方法上 还有一些是像费肖通呀 他们都去给我们讲过课 哦 是 领导的那个生理学家 哦 八五年 八五年 半年的学习 半年的很好的方法的学习 那么 那么训练回去以后呢 紧接着呢 就开始筹备那个研讨会 在这中间有个小插曲 就和李小江的关系 其实我在八四年的时候 就看到魏定稿 上了李小江登的那篇文章了 那我当时觉得 哪个上面登的文章 魏定稿 那个刊物 魏定稿是个内部刊物 是我们在八十年代 关于社会科学的人 都比较喜欢的一个刊物 他的思想稍稍超前一些 就是一些不适合 正式公开发表的文章 都在里面先发表 所以我自己个人 私人的定理魏定稿 看到他那篇文章以后 我觉得他还是 当时我所看到的 妇女研究中间 我觉得写的最好篇文章 什么题目 我相信他忘了 好像题目应该是 关于马克思主义 妇女解放理论 对 好像是 他在八十年代 最初的两篇稿子 一个是登在 马克思主义研究上 一个是登在魏定稿上 对吧 那个文章 我当时去 中华女子学院 就是妇女干不干 学习的时候 我就带着那篇魏定稿去 可是我回来 在筹备这个会的时候 我想我一定要 在请你小江参加 我给你下单写一封信 我说你那篇文章 我觉得是我目前看到的 写的最好的篇文章 我们陕西上也想开 这么一个改动 一副女研讨会 我特别希望你能来参加 给他写了一封信 没想到他呢 我的会完 我最难开的就退出了 我就没有开始筹备嘛 他到邀请我参加 八五年 他的第一期 我记得暑期那个研讨会 嗯嗯嗯嗯 在那个会上就是 我从南开一回了 很快就去他的会上了 去他的会上的话呢 见到的就是说 读房琴 嗯嗯嗯嗯 那个是吧 那是八五年是吧 八五年的七月份的时候 嗯嗯嗯嗯 这是在那个会上 就是跟一波子 做中国复理研究的人 就等于是吗 有热情的人相遇了 嗯嗯嗯嗯 还有我觉得大家都挺兴奋的 大家都觉得谈了很多的 一些想法 嗯嗯嗯嗯嗯 那么 这个 这就是一个 回来以后呢 那么八六年 我就召开了 我的改革与妇女问题研讨会 你是也是全国来参加 全国的 我爸谁呢 我那个会开的呢 其实当初在全国八十年代 开的会 非常有影响的一次 李小江 很多人都因此 在那儿有一个转机 比如说 李小江去了 谈生的整个的 女性主义启蒙 就从那开始 我把他跟李小江 在一个房子住着 在我的那个会上 是八六年 八六年 你是八六年几月 六月 我记得六月八号开 六月八号开的会 嗯嗯嗯 题目就要改革与妇女研讨会 改革与妇妇研讨会 嗯嗯嗯嗯 那个王行天也去了 嗯也在你的 那个谁 刘大林也去了 当社会学界的刘英也去了 嗯 还有呢 梁军也去了 一共多少人 呀一共有好像有六十多人吧 六十多人 你怎么发邀请的呢 我是那样的 我是省内市广泛征文 哦 广泛征文 外省的话呢 是他们知道信息以后呢 嗯 分别邀请来的 要求来的 嗯 我是采取这个 省内市整个的一个 正经论文 论文入选以后呢 就交请来 还有呢就是 我们重点要 书前请的几个人 李小江是我们请的 刘大林是我们请的 嗯 那个邓美智是我们请的 嗯 就是说 之所以请他们的 好像刘英也是请的 准备请四个人 嗯 就是我开发言 我觉得陕西的研究力量不足 大家刚刚才认识 就每天的那个讲 研讨会是才有这样的办法 上午有两个人主题发言 嗯 然后就是他们讲 可能有半个小时 嗯 然后再就是那些大会发言论文 嗯 再就是小组讨论 嗯 是希望有那个用那个 当时我也不知道叫主旨发言 但是有主要的那个发言 把那个能够 水平能够提高一点 嗯 没想到 真的是影响非常好 嗯 几个因素 一个李小江的第一天发言 不但是研究的人反应好 嗯 连我们刚上任的复联主席都认为 他是个从工检法系统调来的 嗯 新主席 嗯 他觉得他到复联来不知道怎么干 他突然间觉得呢 嗯 好像 眼睛一亮知道 下一步 他该怎么样抓省复联的工作了 嗯 嗯 嗯 对复联是个冲击 嗯 同心也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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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么还有就影响了一些 省复联系统的 嗯 像河北的呀 还有是基林的呀 嗯 几个上海的那个 谁也去了 上海当时那叫 荒沙吧 嗯 最早的那个 对老的老是 那个刚成立那个 第一届上海 那个复联研究会的秘书长 嗯 嗯 他们都去了 他们都说回去怎么样 更好开好他们的会 嗯 当时全复联也来人了 嗯 那个会真的也是一个 挺好的一个 嗯 那个会上就学会成立了 研究会成立了 就是 陕西省的 陕西省 陕西省妇女理论 婚姻家庭研究会 嗯 为什么我们起这个名字呢 嗯 因为82年 全国互联有了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 嗯 它也在要在乡省 要有 征集团体会员 然后 全国互联又在 约翼上成立一个 妇女理论研究会 嗯 因为这个东西 可能您也知道被 84年 我们在编那边 教材的时候 嗯 到底是叫妇女学 还是叫妇女理论 对 还是叫妇女研究 嗯 有很多的这个维吾斯大 有很多的讨论 最后妇联还是用了 一个妇女理论 嗯 所以呢 我们就说 哎 那我们就用一个 不管它上面成立两个学会 嗯 到陕西省 肯定 真正做这个热心这一波研究 就是一波人 嗯 那我们就说 我用一个学会的名字 将它未来对准 上面的两个学会 上面哪两个 一个是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 嗯 一个是正在孕养成立的 中国妇女理论 嗯 演技会 嗯 86年12月全国妇联招牌 第二次 十月份嘛 不是12月份 好像十月份 召开第二次那个 理论媒体研讨会的时候 就成立了一个筹备组呀 嗯 我当时候 还是筹备组的成员呢 省外的大概就有我 朱处珠 嗯 还有一个男的 当时非常活跃的一个男性 我现在记不起了 那是谁了 然后就是全国妇联名 到当时那个筹备组成立了 嗯 没想到一筹备 筹备了多少年 因为86之后 真正成立到了 薄红他们手里 才重新开始了 那个筹备组后来 因为89之后 就整个都没有做了 对吧 这是我们叫了这么长的名字 但是那时候的研究会呢 我们当时的认识呢 只是成立的话呢 我们的认识只是 因为在80年代中期 妇女问题比较多一些 嗯 现实冒出来很多这样的问题 嗯 我们的兴趣点还都是怎么样 来研究这些问题 能够找出原因 提前对策 来影响政府决策 希望通过政府的政策干预 来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记得那个80年代 我做了什么呢 我做了那个 那个陕西这样的 妇女外流 嗯 其实也就是拐卖妇女的这个调研 做了什么呢 做了那个 女职工 嗯 女职工这个 双重角色负担过重 铺起女职工 想负担过重的一个 状况调查 还做了责任制之后 那个农村妇女的这个 想了解一下 这个改革 责任制对农村妇女 带来的冲击影响 做了一些调研 这是 这是80年代 但那时候遇到的问题 就是你想做调研的话呢 很快呢 随着政府的这个 内部的这个机构改革 复联本身是个群团 也从原先在办公室 在财政和 办公室都在省委内部 也自己独立出去了 所以他自身的经费都很困难 那么86年前后 省府联成立了 成立是这样的组织 好几个呢 有知识副理联谊会 有女性能工作者联谊会 还有呢 家庭教育研究会 有我们这个研究会 86年前后 我们省府联就成立了四个这样的 那些都是省府联在组织 所以很快的 省府联的经费有限 省府联在87年就会定 更加底下的下属经费 不能用省府联的钱 经费你们在自愁 所以我就遇到了 你研究课题本身就没钱 当时经费就非常有限 所以我们都是说 财政办 培训班 普及班 一个讲座 收一点钱 然后来支持一点活动 这大概就是我们研究会 在86年到93年前后 都处于这么一个过程中间 当然这个过程的话呢 因为没有钱 那我们就自己定位 就是说 这是一个交流的平台 所以想让学会大家的会员 在一块提供一些交流 那么89年的时候 我们就想办 那个女性沙龙 结果办了两期 我记得三月份办 我们提问 当时刚好是五四运动 七十周年了 我们就办 那个中国夫妻解放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与中国夫妻解放 就想讨论这个关系 然后呢第二期的话 我们的讨论题目是 性欲商品文化 感受到那个商品 对这个的冲击 性欲商品文化 对 因为当时那个商品 对这个重新的 有很多的包括 像谈到那个 像海南提到 是为了创造改革开放的软环境 所以不惜牺牲一代妇女的 我们想对这个问题 进入沿途 气出我们自己的一些看法 但是马上 我们是三月份一次 四月份一次 就赶上了那个 六四 六四 六四的话 我就认为 有这样的沙龙 也被扣上自由化的帽子 就是前面的沙龙 所以也就成了一个自由化的一个典型 所以八九年九零年就被政治审查 就是互联系统内 对 生活外面工作组都派进来了 将来对着你 我们有两三个人吧 我是其中之一 然后呢 这以后呢 本来我在互联的仕途 其实很看好 我就是八六年那个研导会 开得好 开得成功 给我带来另外一个副作用 就是我领导突然看上了我的行政能力了 嗯嗯 回来之后又把我八六年把我 十月份就把我动员到办公室当主任去了 哦 省副联办公室当主任 嗯嗯嗯 同时你接着那个研究室的主任 不是他没有接 他就他他希望我到办公室去 我说我不喜欢 我喜欢做研究 他给我的条件多快 你把研究带到办公室来 我把学会带到办公室来 我把研究带到办公室 我把研究带到办公室 我把连图书资料室都带到办公室去 就给了我很多的条件 还是让我到办公室 他可能看到我写文章 因为办公室主任要综合嘛 嗯 结果我还是不善于 我不善于 因为办公室主任是个协调的 我不善于在那些领导之间协调 嗯 所以我也不是个理想的好办公室主任 到八九年结果改革的时候 我又渐渐回到了研究室 嗯 但那个时候还是 我们省副联这位比较能干的 一两个年轻干部 也就是准备就是 你就进入到社会组织部 那个后备干部中间去了 但是八九以后一政治审查 嗯 光不见那政治师傅就全完了 不再政治师傅完了没关系呢 学会了 领导都不让换届 不让搞活动了 就研究会不让搞活动 对 所以研究会 九二年 就八九以后一段成绩是搞一点点的活动 但你当时还是理论研究室的副主任 八九年会研究所就是研究所主任了 主任 他没让我干别的不让你干研究会的话 那一段我搞了几个啥 搞了一个中国妇女统计资料 40年 从49年到89年 那就是八九期间嘛 全国的 全国的 那是等于说是 尽管出的名义是我们和全国妇联研究所合办的 和老陶一块做的 所有的工作都是我领导的人做的 我们自己做完了 也等于弥补了一些国内这方面的空白嘛 后来又做了一个陕西妇女40年的一本画册 这也是 就等于又回到那个 短暂的时间回到妇女室中间去做了一点工作 嗯 那么这应该是看作我的研究的第一个阶段吧 所以说 我觉得我第一个阶段来说的话呢 就是我对妇女研究的兴趣 其实是基于两点 一个是现实的需要 对吧 现实的这种需 不断地冒出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中间 我们这一代人有对社会的责任感 另外呢 对女性问题呢 其实我呢 还有个人成长经历也有一点点关系 我是我们家的长女 嗯 我爸爸妈妈呢 我爸爸是独子 我妈妈是独女 嗯 所以呢 即使我在家很受宠 可是妈妈工作的话 就把我三岁的时候送到老家 由奶奶带去了 奶奶也很疼我 嗯 但是我奶奶现在是冠中农村嘛 嗯 她老是跟别人说她儿没娃 嗯 嗯 嗯 那我当时都快上小学了啊 嗯 我老听我奶奶说的话 我现在就觉得特别的 嗯 就是在我非常小的那里面 就觉得 哎女孩怎么就不叫娃呢 因为不再有我的 我妈还有我两个妹妹呢 哦 我们有三个女孩 三个女孩 老抽堂儿没娃 嗯 所以我在非常小的时候 我就开始了 我就 真的是那个 对这个 奶奶的这个 这个有点敏感 嗯 而且就是培养了我 我从小的一种好不胜性 我觉得 我一定要跟奶奶奶 增上一个高低 嗯 一定跟奶奶奶强的 嗯 老奶奶都说 好像女孩子 就不是娃样似的 嗯 所以我从小到大上学 都学习比较好 嗯 嗯 也一直都是那个 嗯 比较好 嗯 但是我到了那个 初中升高中的时候呢 由于家庭爸爸 历史上有点点问题 嗯 所以我就没有在 重点中学 就到了 没有进了 我那个 我初中是先中学 是想起很好的一个 中生中学 没有进重点中学 就被省女中要去了 因为我考试得很好 嗯 那么我从混合中学 到女中 我真的是很不适应 嗯 我觉得女中 当时的女中 那个教育可能是 就是说气氛比较沉闷 嗯 读书比较死 嗯 所以在文革中间 你知道吗 我在文革中间 后期教改的时候 很有意思 我就选了一个题目 就研究女校的历史 然后 和怎么样就是讲来就是说 改变女校的这种 这个 那个 学习的这种 这种 这种 教学的模式 嗯 所以我其实我这脑子 可能就是有一个 对女性还是说 不自觉的 她有点点那种 潜意识的 对她的一点关注吧 嗯 所以到妇联来了以后呢 身份上这些东西 我觉得呢 我还不自觉的都特别关注 嗯 特别关注 嗯 还是想做点事情 那那个时候 你是在哪个大学毕业的 西北大学 西北大学 历史系毕业的 对 然后分到妇联 你有想法吗 我当时是不想去妇联的 嗯 我当时是不想去妇联的话呢 可是为什么去妇联了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查局 我们班分的妇联是个小工业啊 嗯 但是妇联其实是很有经验的 嗯 她们去的人 她一看小姑娘她说不要 嗯 她说你班有没有结过婚的 嗯 女的 我班就我一个结过婚的 嗯 然后呢 她把档案调出来一看 这个要的人刚好还是我爸爸的 嗯 老同事 她的妹妹跟我在高中一个学校 嗯 我高中在学校学得很好 很有名气 她听说过 所以她一看的时候 不要要这个人 嗯 我老师就跟我谈话 我当时是为了不让我搬这个 如果妇联不要 我们等西安市少一个名额 我们有一个同学 就得分到西安市之外去 嗯 为了不减少这个名额 然后她就又会说 你可以到妇联做妇孕士去 妇联当时有个妇孕士 哦 那我说 哎 既然到不了高校 去做妇孕士也挺好的 你最想的还是到高校 对 我想走到不了高校 我到妇孕士也挺好啊 嗯 那我去到妇联以后呢 她们一看我 刚到妇联报名以后呢 她们正在开一个很大的一个表彰会 嗯 然后呢我说我要回我的单位在咸阳嘛 我要去还有手续我也搬过来 她说你顺便到咸阳去给我采访 做一个个人先进个人的一个 先进事迹的一个材料去 我是好 那我就顺便去了 我去过来就把那个材料帮她修改好了 哎 她们一看我文字孤立挺好的 嗯 她们说什么也不让我去 那个研究室 就这么一点插曲了 嗯 就这么一点插曲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一段其实也挺好的 就是知道了很多底下的莱文 今天是她逃婚了 明天是哪儿的妇女进去自杀了 哪儿又是管卖了 就是很多你在媒体上看不到的东西 都从那个看到了 就是通过情况调查 情况调查 内部通信 连内部通信 都看到了 她这样的不断地刺激我 是我 一度我曾经 我个人真的从我个人的经历中 我觉得如果说的性格不平等 不是那么突出 我是感到两个在我经历中的性格 一个从小我爸爸我妈我奶的这个态度 嗯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招工的时候 我是在农村结婚了 跟你招工结婚了 嗯 但招工的时候呢 因为我当时在前线呢 又是一个学毛选积极分子 在全线都很有名气 出席什么样的积极分子 嗯 同时我球打得也很好 我是我们县女郎的队长 嗯 那么县上当时为了留住这个体育人才 就把我安排在县上的一个食品公司了 我就是大批招工没之前 我已经有半年在食品公司 嗯 挂职 然后平常参加一些体育锻炼去比赛 你知道吧 嗯 所以在县上也很有影响 可能后来当大批招工时 当然我也不愿意在食品公司 嗯 我也就想出去 嗯 可是我们 我们县知情办 把我推荐给火电火 微合发电厂的时候 嗯 他们回去一看说 我是结过婚的 就不要我 嗯 说什么都不要我 那就因为我在县上 还影响比较好 我们县知情办说 如果你不要高老闲 你这三十个招工名额 你都别要 嗯 结果他们给我们县上 抗了二十多天 啊 就为了这个 就为了一个人抗二十多天 最后因为快招工快截止 他们怕招工那个 还不成 还把这个指标做费 就就把我接纳了 你看接纳其实到啥程度了 大批人的招工是他们去 嗯 到前线去把它都 车接回去 去拉到 就到农村去接的 嗯 自让我一个人回西洋 让我一个人单独去到 他们那报名去 就因为你是结婚的女的 因为是结婚的 还把我的新公联友说 坏的影响 哎呀我在成长经历 就真的没遇到 这么尴尬的事情 你知道吧 我向南在哪都比较好强 在哪都是学生的那种领袖 嗯 就看连当时清 连打篮球 都是这样子 嗯 从来没有受到这一份 就是真的 感到在自尊上很受伤害 嗯 我就觉得因为我结婚 可是男人也有结婚婚 对啊 他们就没什么 嗯 这确实两次性别上 真的是感觉到的 嗯 我还不是感觉太明显的 这个性别奇事 那么 互联看到这些东西后 我才真的意识到 中国还是一个性别相当的 就是不平等的国家 嗯 一个责任 对 一个义务去做这件事情 嗯 但那时候在理论上的话 我觉得呢 没有太多的接触西方的东西 嗯 我当时呢 在大学学了 我选的那个毕业论文 其实我学的就是历史 嗯 我关注的是国际公运史 嗯 我那时候做的 我记得我大学毕业论文 做的是 说些题目 你觉得可能觉得可笑 我做的是 博恩斯坦欲康的哲学 哦 嗯 那套哲学题目 因为我觉得关注 我那时候就考虑 人到的是目的 就是那个 我觉得那个 中国特别喜欢 谈黑格尔老师 就觉得是 嗯 有时候把那个 为了目的 手段都 都好像不择一切啊 但是我那时候 对那个康德哲学这一点 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那么他也 他也训练了我一些 在那个 对思乡式的一些功底吧 啊 那么我当时在做 妇女研究的 那个80年代初级的话呢 嗯 我还是在马克思主义 体系中间去做 我喜欢那种 两种生产理论 嗯 我也对那个 异化理论比较感兴趣 嗯 所以我在那个 那种生产中间 来看 嗯 中国当时的 嗯 这个 男女不平等 男女不平等 把它看作是因为 人的在生产 不被社会承认 嗯 所以我那最早提出来的 是一家 这同仇的那批学者 嗯 嗯 这就是 应该看的第一个阶段 嗯 那么我觉得呢 嗯 对我来说 嗯 转折在哪 再转折的话呢 如果说在这个阶段 理论上有一点点的突破的影响的话呢 就是说 嗯 我看到了 就是 嗯 嗯 嗯 我在 86年 嗯 嗯 就是那个谁 在交大 嗯 那个叫 朱楚朱 朱楚就交大办 办培训 把美国的那个谁 我上次去看过她 一认识 那个人口学家 哦 Susan Greenhall 是不是 对 Susan Greenhall 哦 你在86年就跟她认识的 对 哦 就是我开完的改博一副研讨会 嗯 当时朱楚就参加这个会 也是我们学会的嘛 嗯 她起那个 Susan Susan在这儿办了一个 对发展的研讨办 嗯 那个真的是给我在发展下的一个 启蒙 嗯 然后呢 是我也有一些 对这个 就是说 什么是妇女地位 嗯 把妇女状况和妇女地位 又有区分 嗯 因为要不是要不是 台湖青的主要是改革中间 好像觉得 嗯 那时候老婆呢 一些西方的学生来问 中国的妇女地位是不是退幕了 我觉得 哎呀为什么这么提呢 这是不是对 在中国这个政治环境 寻调下 老人是不是也对我们不友好呀 为什么政治取断 但我们这两个概念区分以后呢 就有很好的那个 嗯 而且也通过她来 知道影响妇女地位 有一个新的四十多框架 比如说对资源的战友呀 对吧 有一个不同的那个思路开始了 嗯 但那个时候呢 还没有就是说 只是一个一个一个 思路的开阔吧 也开始知道呢 对了 也开始知道就是说 比如说 苏联这种社会主义 体制下的发展 这个怎么样对妇女 产生的这个影响 它也是个双刃界 嗯 谈到了那个 它那个框架就是先介绍什么是发展 然后多了什么 衣服理论呀 世界体系理论呀等等 嗯 然后再讲了自备主义发展与富裕 社会主义发展与富裕 其实是一个很开过思路的东西 嗯 这是我在八十年代 接触的一些西方的东西 嗯 那么在研究上和在实际上的转折 都和旧三年 在天津那个会有点关系 嗯 我觉得第二阶段的话呢 就是天津那个会呢 嗯 其实第一次知道了 行李间的这个概念 嗯 那我觉得啊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 嗯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 嗯 那么 同时呢 就是也认识了谭靖长 嗯 因为当时我正在承担那个 陕西省福利法十四办法的七草 嗯 本能地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我们应该推动立法嘛 嗯 那既然自己有一个七草法的过程 能不能把它做得更好一些 嗯 可是又觉得自己不懂法 不是学法的出身子 就向他谴教 他说 你可以办个培训班呀 你可以做个项目呀 嗯 就说我知道什么叫项目 嗯 嗯 像福德申请呀 嗯 那好吧 回来以后就像福德申请 在那之前 你没有申请过外来的资助 没有 都是妇联的资金在做这些活动 都是妇联的资金在做 都是妇联的资金在做 嗯 九二年 不是 九二年 我应该申请了一个小项目 嗯 那就是说 生育健康 生育健康 对 白梅他们在全国互联合大学地下 我申请了一个小课题 做 那个课题 在我研究上那个课题 其别看的课题小 只有1万人民币 那个对我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因为那个课题中间接触到的 就是说 它是一个执行研究 嗯 我的导师一直在训练就是说 执行研究方法 另外也在训练什么是女性主义研究方法 那谁给你们培训了 嗯 女性主义研究方法是 那个台湾的那个忽友会 哦 执行研究方法是澳大利亚的那个著名作 那就是九二年你做那个项目时候 他们有培训呢 对 对 对项目人员培训 然后我们是复联类一个招标嘛 一个竞标 嗯 然后因为我有社会背景嘛 有难看的背景嘛 所以我就很容易在全国拖远而出 不但夺标了 而且朱铭尔对我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后来呢 九四年不是 九三年白美 就是让他给复联系统培养的人 支持了 有三个人出国学习 朱铭尔坚持让我去 嗯 他当时就是福特邀请的 福特指定的一个指导老师 然后送出去的 因为福特连系统人都没外语嘛 他是华语嘛 所以外语不需要外语嘛 所以他邀请我们去那个 格瑞菲斯的那个 在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 格瑞菲斯大学待了半年嘛 所以那个半年也是个很好 就是把那个我们做的课题 用个不断的深化 来细细的来讨论 帮助修改研究 真的是一个定性的方法 一个很好的训练 所以我才知道 如果说我在方法上的话 就是有85年的南开 是个定量的学年 有94年的澳大利亚的 这个是一个定性的研究方法 而且我知道定性更适合 人性主义 其实那个也是我正在定量走的 走投无路数 一定觉得没法用定量的时候 刚好他们 我对身体健康不永不懂 但是就是看到他是一个直性的研究方法 我想有一个心理拓宽 就报名参加了 我觉得突然间 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92年就接触到 就是人性主义的直性研究方法 然后那时就倾听妇女的声音 对不对 这些以父母为中心 这些概念都开始 都开始进入到脑子里了 研究者要有一个平等的对话 警惕自己的研究者 这种高国在上的定位 权力关系 在那个中间都已经开始接触到了 那么93年就是说 这个班是我开始就说 唐是第一个作项 就是天津师范大学的班以后 你就跟谭靖长在一块 我就他建议我做一个 关于妇女法七草人的培训班 那么这个培训班的话呢 是其实是什么呢 这个培训班呢 当时我们就请谭靖长 请一些中国类的做法律的人 帮助我们做培训 因为全国26个省都在七草 这个省一级的妇女权业保障法 但是各个省都差不多 俄罗斯联大和妇联在做 都圈着背景了 所以我想办个全国的办法 时间非常紧 所以我说服福特 所有的文本都特别的快 就是说 不等着那个游击过去 只要船人见过的一批 就开始给我做快 可是全国妇联不了 那怎么办 那这时候呢 我就跟妇联领导商量 好 他这样提出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不能办全国的 我说我们不办全国的 我们办西部 不 我们办西部 是个省的 我说妇联不行了 我们就以研究会名领办法 对 然后我们又把 立法是人大 我又把人大法治委拉上 因为我们的主席 就是人大法治委的委员 还是不是 算是妇联主席 对 所以这样很容易 我们就以这个办了 他突然给我感觉 学会活动比什么 比妇联的空间大得多 对吧 比妇联的空间大得多 这是一个感觉 我觉得学会可以用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93年94年去澳大利亚 真的是看到了很多国外的妇女NGO的活动 这是让我重新来欺慰我自己 就说做妇女研究是为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在女性主研究方法里面 就训练到说 女性主就不标榜自己是客观的 她就承认自己的研究的目的 就是为了推动促进性别平等 对吧 那我觉得在推动性别平等 中国这个环境中间 我做那个地方十字办法的 做了很多调查 看到一方面与法律有关系 一方面其实法律有的 在现实中间 很多妇女还不能以法去维护自己权利 所以他们需要 他们真的是很多 尤其那些弱势群 是需要有人给他们支持 和直接服务和帮助的 那么我就觉得 研究会光做书斋的研究吧 不够的 而且你研究经费也缺 你也不可能又做到 那么大型的研究 那么陕西的好处高效很多 如果能把这个知识 你组织起来 用他们现有的知识 为那些弱势群女提供服务 也是用很好的途径 这也可以呢 增加研究会的一些凝聚率 使它不是那么太松散 所以当澳大利亚回来 94年的时候 我就给福特递了 第二个项目建议书 又实际上成了一个 妇女法律研究 与培训理的中心 福特当时说 她的妇女法要支持北京 她没有钱支持我们 那没办法 后来我就把这个 又给了一次偶然的机会 直到美国全球妇女基金 不过去给她了 她一次她倒是同意了 但她一次最多次给八千美金 所以她给了八千美金 就是我办妇女热线 就是我最初成办妇女热线 那人员就是研究会的成员来参加 研究会的那个时候 成员已经变得呢 不知道是谁了 因为你想八六年到九六年十年都过去了 而且因为八九的话呢 陕西那一部学会中间的核心人物 纷纷南下走了 核心不在了知道吧 知识还少部分了 就是少部分隐恨 那么我们就想了社会公开招聘 结果没想到爆灭了二百多 然后经过面试先进测试 当时我在美国 这个环境我在九六年我在那 在Santa Cruz 在Santa Cruz 我的研究副主任在做这个事情 然后她就采行这套办法 结果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 可是这个来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做这些 我觉得在你家的时候 你们很好的提醒我 就说热线咨询也属于话语权的 用什么样话语去指导 才做热线辅导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后来当时督导的时候 发现这是个很突出的问题 没办法又涨钱 张燕到了亚洲基金会 来给我打电话 说她有点做父女的课题经费 所以我就开始又做钱 来培训我的热线的人 来做这个社会心理敏感 那么从热线开始的话 这个机构的作为NGO机构的话 就开始逐渐的有些实体的服务了 96年的热线 98年的法律援助中心 然后呢 还有呢 99年建的社会性别培训小组 2001年成立家庭暴露与防御辅导专线 在这个同时呢 还有一个做农村发展的 因为我过去以前 一直研究是农村妇女嘛 那所以有些基金会找我 做农村发展项目就找我 那我也是想过去做研究嘛 做完了拍拍屁股 每次走的时候心里觉得好像特别 可以抱歉似的 那有发展项目 我觉得给当地能带来好 那我当然是非常乐意去做去 所以我们就开始做农村发展的这个历史 那么这个机构呢 就是这样子 在93年 从93年开始做第一个项目 到99年法律中心成立 我们都是利用就是都在忙着做项目 就是直接给妇女做一点服务的事情 这个时候的NGO组织没有概念 就是研究会也没有换件也没有玄机 就剩我一个光板秘书长 所以我就一个人用了这个名法 深圳项目 但是实际上内部的项目不但增多 内部的资源也开始不一样 比如说现在就特别穷特别没钱 接受热心的教训呢 就开始成立法律研究中心 我就一开始谈判就是两到三年的项目 每年至少要二十万到三十万 然后这边就很有钱 所以类的资源都是平衡 才不得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刚好有一个机会 就是99年去英国 参加那个中国妇女组织的那个研讨会 这个时候 在牛津大学 对 在这个后面有个主题 就讨论北京和外地的NGO 就是中国的这个资源是不是一致的 然后呢就是大型NGO之间 还有中国参加的妇女组织 也不都全是女性主义的妇女组织 建构之间 像既有的男性族中文化那种等级制 精英制进行一些挑战 因为在会上还有个讨论 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觉得也是引起我反思的 就是说大家讲到河南的现象 90年代那个时候 我们99年整个一个销声匿迹 对快乐 这应该是个不正常的现象 所以我就说是怎么样这个组织 能够代替一批人能够一块去做事情 而不是这么精英的一个人完了 就整个都完了 这是我们应该引以为界的 一个提取教训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那99年后来以后 我们的机构就开始想了 怎样把自己的机构变得一个内部 有更多的参与性 有更多的是一个民主化的 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 那么那个过程中间 我觉得虚无也给了我点建议 说你可以把机构前几年的项目 先做个评估 然后再看未来 致敬自己未来的那个展规划 所以呢我也跟乐视会的中间有不同的 像那个当时这个项目官员 他非常有经验 也给了我很多很好的建议 所以2000年的时候 我们就在那个时候的支持下 外聘了一个专家 也就是个协作者 来协助我们制定了我们自己 讨论机构的未来五年的 战略性发展规划 这个花了半年的时间 但小小开了40多的会 那个过程非常的烦人 但是一个非常好 其实会请的是 那个谁 那个谁 钟燕真 是一个香港的一个 也做发展机会 做NQ很有经验的一个人 他来就是把你这些 各个部门的都来参加 他各个既非又何 开始先做规划训练 外部环境 对不对 先讨论外部环境 然后讨论你 内部的长相 热相 基因挑战 然后再看你们 未来五年想做什么 能做什么 讨论以后 但这个过程 我觉得非常好 大家开始清理了 就是说 研究会到的是 什么样性的组织 每个小团体和研究会的 关系是什么 然后我们在这个大 次元木枭下 我们内部的机制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最后大家 共同把组织建设 未来五年一共有六个条 测试规划 前五条都是跟我们的 服务方针 服务方向有关系的 第六条是讲到 我们自己组织的 讲到组织的 就是说 完善研究会内部的 各种管理机制 探索 建立一个参与性的 民主化的 可出去发展的 妇女组织模式 就作为我们的 一个关注点 那么其实这中间的话 我就觉得 研究会在后来 这几年的发展中间 我常说 现在来反过来看了 我觉得我们 其实 如果就我们领域来看 我觉得我们可能 也有三个 三个圈 最初 我们完全是在 副理研究这个圈里 看 像我们参加 93年劳动的会议 97年 那个难解的会议 我们每个凡事有会议 我们都派人去 我们也会带去自己的声音 自己的研究成果 主要是在研究领域中间 那么从我们在 96年开始做项目 尤其做农村发展项目以后 我们就是说 我们就介入到一个发展领域 那我们 把我们自己 我觉得我们介入到发展领域 做一些服务的话 我们和 国内其他一些机构 还不一样 因为我们这个机构中 多数人还都是 学者出身 是有研究能力的 我们把自己的研究 就在 方法论上 我们称为是 行动研究 X一次 这也是我从 理性中研究方法里面做 那就说 这种研究的话 是我们在做每个项目 之前我们有一个 理论的框架设计 然后我们在中间去干预 过程中 不断地评估 不断地调整 最后我们还要看 我们干预的成果 然后来丰富 我们这个理论的东西 这是 我觉得 陕西研究会和其他有一些 纯发展机构 还不太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自己 农村发展中间 一直特别关注 就是生性免疫发展 怎么样本土化的问题 我们做了很多 这样的尝试 也写了一些的文章 在这个领域中间 我们也推动了 生性免疫主流化 在其他的发展领域主流化 我们也替很多的机构 国际机构做培训 哎呀 我们都统计不清楚 好像上前一段统计 我们在过去几年中间 给自己 给了一部大大小小 做过的培训 可能有近二百场 哦 社会性免疫培训 社会性免疫发展 社会性免疫 什么 社会性免疫 什么这样的培训 你知道吧 做了非常多的这个推动 在陕西省 在陕西外省 外省 国际机构多 像做到那个 南州内 我刚刚从内蒙回来 也是这样子 去四川 去合肥 去广州 去北京 做过很多 这是我们在这个 发展领域中间 另外我们的项目点中间 因为大家都谈 发展区二老师 很早就谈到 主流化的问题 但是怎么样主流化 我觉得在很多发展机构 我一贴标签 就觉得 你的项目设计 是不是关注到妇女 对吧 你的项目建议设计中间 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就行了 那怎么融入到项目中间去 真正的项目过程中间 把那些体现的那种 就是从你关注妇女的眼前 社会性别利益 转化到关注妇女的 战略性 社会性别利益 你怎么样真正的 empowerment 我觉得它是要 在实践中间怎么 不断的摸索的 那就是我们的项目点 像我们的单位项目点 我们的宁善项目点 真正是做的 一个好的一个样板 也供不同的发展机构 到这儿来学习来参观 所以有可能是 我们在发展这个圈中间 在国内的话呢 在生性别利发展这块 可能也是算是做的 非常有影响 做好的一块 那也可以看出 是机构对这块的贡献吧 那么在发展这块 我觉得对 在发展里面呢 特别强调权利关系 就是它强调推动 有参与性 就是各种不同的 相关利益群 都要参与到项目设计 项目实施或中间去 那么它训练了我们 这套 从方法到理念 都训练了我们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机构中间 就是这个 很多的事情 所有的重大事情 都是大家来讨论 讨论过程 参与的 然后一旦制定了 一旦通过 以后呢 大家再把它灌彻 这个东西进去 所以我们在 NGO的管内 和NGO内部的话呢 可能在国内 NGO 走得稍稍早了一点 走得早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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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2003年吧 原来我们只是 关注自己的NGO 内部组的建设 只是希望这个机构 能够持续运转 那么03年 SARS期间 SARS期间突然 来是这么 凶物的叫SARS 当时呢 4月20号 可能是SARS 一个转折点吧 是中国卫生部 出来 来谈话 当时我们还在 山羊做项目 我们以为我们回到 哎呀 这时候不去外出了 我们把我们很多 培训都给怎么 把我们的培训都给 都给那个 都给推迟了 就以为 那我们可以怎么 我们可以 安心写一些文章了 把欠人债都还了 结果回到西岸 没想到 哎呀西岸也出现了 一点发丝 然后报纸上不断的报道 一会儿抢够没言了 一会儿抢够没口罩了 这个整个又哭慌了 我们就感觉到 哎呀 SARS已经从一场 公共卫生危机 开始变成 如果处于不好 会变成一种社会危机 那么在这时候呢 我觉得呢 作为一个NGO组织 对吧 我们就是 大家都敏感了 有种社会责任感 怎么样 就是在整个公民 和政府自己 架一个桥梁 动员公民起来 整个社会公民自觉 能够和政府一起共度 这个难怪 所以我们采用了 我们自己 25号在一块商量 我们到了 花了五天 整整只有五天 这个时间 我们从策划 到设计 到资源 我们印了一套 三张一套大宣传画 三张一套大宣传画 就走进西安市的大小社区了 那场影响非常好 影响也非常大 媒体来说 你们做的政府想 本来应该政府做的事情 你们做了 然后这场初期后呢 我觉得就是说 作为一个NGO 尤其作为一个女性主义NGO 就在整个一个公务危机中间发生了 我觉得 社会看到了这个NGO的力量 也看到了NGO 就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 我们可能在 从我们自己成长的经历中 也感觉到我们有责任在促进 整个中国国民社会 公民社会的成熟 那么中国公民成熟 有代理政策的法制环境 不断的完善 中国的整个法制环境 还是非常有限的 那怎么完善 你不能坐在 等着政权给你完善 你必须也像我们做 副理运动推动性别 你必须主动的怎么 去做事情去 你做了事情 你才能推动 所以以后呢 我们就会在NGO的 推动一些 我们资深的能力建设 然后我们也去做一些 其他的草个NGO的能力建设 而且我们逐渐也开始 往了一些NGO的网络 成立一些网络 你像2000年在西安 中国那个 该的生性别 一发展 该的网络 是我们发起成立的 2000年的第一次 会在西安开的 那么现在我们又组织了 一个陕西NGO网络 学习网络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 重划着 跟西北地区NGO网络 我们也希望 正在讨论 我们未来的 第二个文言规划中 因为我们希望 在西北NGO网络中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那么我们还在跟 北京还有一个网络 等一下 我再来换一 part 我说的太啰嗦了 没有换一 part 研究会现在多少人 研究会现在呢 全职员工 我觉得目前最新的数字 应该是19个吧 还是20个 然后会员有120个 全职19 然后会员 会员有100多 还有几个兼职 会员100多个 这100多个就是全省 陕西省 还有一些志愿者 还可能有100多志愿者 志愿者和会员是交叉的 我们是说 在我们的入会资格中间 就是做了两年以上的志愿者 才有资格申请做会员 所以还有一比一半多的志愿者 可能不是会员 那会员怎么要交会费 交会费 每年怎么交呢 每年50块钱 那你刚才说的 要在西北地区发展网络 因为陕西已经有这个网络了 陕西的网络已经建立了 那么然后你要西北地区 西北地区怎么打算怎么建立 因为相对来说 现在甘肃呀 新疆呀 零夏呀 的那个NGU 还是比较小 比较弱 最近正在跟乐社会谈 有我们出面 跟兰州大学的社区发展研究中心合作 我们申请一个西北地区NGU能力建设项目 是个两年度的项目 我们会通过一系列的培训 来提供给这些NGU 有那个就是能力建设的一个途径 当然不仅仅是培训 还有呢比如说他们的人 可以到我们机会来实习培训他 另外呢也想就是 给一些大学志愿者 大学生做志愿者的开放 也训练他们对中国的NGU 有更多的认识 有点锻炼 以便他们毕业后可以选择NGU 所谓他们的一个职业的一个选择 你准备向全国大学生开放 现在这个开能力 我们其实已经尝试地做了两年的那个大学生实习基地 今年也是实习的志愿者 我们的办公地点也有限 我们现在就是说 也在跟几个NGU联合在做 跟北京包括也在联合在做 看怎么样把这个大学生实习能建立的基地 因为我们接待的人也是有限的 那些是全国各地的 不是先的 先大的 那个师大的 他在这实习 今年我们接待了一个外地的 来了两个月 是合飞的有一个来的实习 做志愿者 今后我们这也可能是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思路呢 就是说 我们因为很多NGU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正式注册 没有会计 没有财务代管 没有经验 我们也可能准备 像一些草和NGU 除过提供财务指导之外 如果他们需要的话 也可能会为他们代管一些财务 因为目前我们在NGU圈的财务管理的 有序是非常有很好的生育 而我们的会计也非常有经验 所以我们可能进入 这都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那因为你做过的很多工作 一下子可能这短短的访谈时间也谈不完 那其中有一件 就是我知道这个还持续下来的 一直持续下来的 那叫红凤工程 那把那个能够说一下 红凤的说话呢 是真的是在95师傅会 这个大背景下的一个产幕 我当时94年8月份 刚从澳大利亚回来 就碰到我们陕医生复联 在召开一个 十个第四复联主席的会议 在讨论怎么样 迎接95师傅会 当时他们出了很多的主意 可是我觉得那些主意 都是参与性自有少数人的参与 我觉得95世界富业大会 在北京才来 这样的生活应该动员 所有的妇女 特别是那些边缘的 一些妇女能够让她们参加 那么陕西是一个农业大省 农村富业站的比例相当大 怎么样让农村富业能够参与进来呢 我脑子一下想起来了 因为我长期在农村做项目 我也熟悉农村富业 陕西这个民间文化历史悠久 农村富业其实她们非常心灵手巧 她们会剪辞 她们会磁绣 那么我也曾经做过一些 做陕西富业画册的时候 我也在陕西各个地方 也收集了很多这样的 知道联络了一批这样的民间的艺人 知道她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所以我就心想 能不能用她们的磁绣 组成一个大绣帐 因为在妇女历史上 有绣百花帐的传统 那是给谁们要绣的 那我就说能不能组织一个大绣帐 到底多大呢我也不知道 我当时就拿了 赶快就借了一个计算器 就在那算 如果是五寸乘五寸 这个小片子有多少 最后一算了一个 四乘七里的 可能刚好能够容纳一千零八块图画 那我就叫千花帐吧 我就把这个想法下午就给我们主席说 我说我们能不能可以动员前程 故里做这个事情 因为没想到我们主席觉得 这个点子挺新颖的 她马上支持了我 马上支持了我 那我就可能就开始了 早上设计 早上那个策划等等 就是哎呀那些年的过程 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 我们从设计到买步 到自己裁剪等等的 就把那个修账呢 终于做出来了 那个修账的话呢 我记得是用了十几种 十四种还是十几种的颜色 不同的颜色 做那个底色 然后聘成了一个展翅飞翔的红凤凰 也象征了中国的福音运动 也象征了中国女性的这种竞争状态吧 那么这个修好的是当时最初呀 是想把它献联合国的 因为看到很多都给联合国献礼嘛 中间还没做好的时候 看到了暴藏灯的天安门那个 红灯能拍卖成功卖了几百万嘛 哎呀我想 这个鲜花战秀他绝对是个宝贝 你想一千名农村妇女 他那个传统的秀品呀 多好啊知道吧 他多有艺术价值呀 然后呢又在一个 社会这个背景城 我想能不能把它卖掉 卖点钱 做点妇女的事情 因为在这之前呀 做项目老师就说 向国外申请 老是用人家的钱 我就说 什么时候中国也有一个基金会呢 我就看望有个自己的基金会 我说这个钱如果能卖得好的话 能扯那个基金会 我们不是自己就可以搞事情了吗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的话呢 我们就想 也好吧 那个秀品要把握得非常的要的 每副都秀是精品的 第一我们做了两遍知道吧 第一遍上来的时候呢 因为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当时出差去了 开那个妇联那个会议 是我的副主任系布置任务去 他没说清楚我 结果很多妇联都理解 我去秀那个妇女的 商学兵的那些模范英雄人 我向上了 我说这东西上来 能体现妇女的参与 但是他没有那个艺术的价值 而且那个布的颜色也不好看 最后呢我就说做肥料 我就到处带着人到处去选布料上 跑遍了陕西的各个防治厂 原来我觉得纯绵的是最好的 最后发现找不齐那么多颜色的布 最后就用了那种段子的 就基本定下来 那个段子定下来以后呢 段子太软不兴 我们又跟一个厂年纪底下加衬 加完衬了后一剪了后又脱续 又去锁边 那锁边都是我们一个个在个体后上那么锁出来的 然后再把那个十个第四的福联每找一个人 带着他到我们的那个民间艺术馆去参观 看着就是我们就要的是这样 你给我找那些老妇女会绣化的 要的传统的民间的图案 这什么图案 然后他们就把它们每个人最像的 就是最棒的 最拿手的那个图案绣出来就行了 所以等于第二次组的那边 真的绣出来的非常的好 那么后来我们开专家那个评审会的时候 我从民俗专家在里面看到了 就是把那个做好 非常那个啥的不容易做好 那每个环节其实都非常的艰辛 那么大 你知道我们拼图的时候怎么拼的吗 一千多张啊 我们就一个人念着的图 绿的红的蓝的 另外人抱一大头绿的红的蓝的 就只要打在一个大的地上 把地擦干净了 我们就跑到柜的那儿 然后跟那个设计的 站的很高的地方再看那个好不好 合的时候 后头都在编号 这是第几排地去做 得一米一米的合在一块 一米一米的收到一块 缝完了后 一米一米才能对在一块 然后没人能帮我们把它组合起来 又跑到一个锦江瓷绣厂 就让人家的工人们说 零件是不是会呢 一无帮我们做呢 才帮得有一点一点的 因为弄不好不平嘛 对对对 整种花了一年的时间 从开始设计到最后花了一年 经费哪来的 站住拉的 哦 就是民间站住的 前是找企业要的 嗯 然后中间一个企业要挂他们的名字 我还不干 我们说前找人家企业愿意 但是要挂他们的名字 我说这是全省父亲迎接师傅会的 挂给你企业的名字 不论不论的 不要 后来我们出来找我们的副省长 一个女的副省长 给她说她也感动了 她说我给你练习个企业吧 她不会让你挂名字的 又找了一个企业 另外可能还让财政长 替我们出来十多万 然后呢 我们又中间 每个环节都是给人家说 比如说 趁着到国民物厂去 人家可能不问我们要的钱 组合那个自由厂也不问我们要钱 就是这样的把它最后终于完成了 完成了以后呢 到社会期间没有拍卖成 紫色在那展出了 可以看到 反正也实际蛮好的一个影像 回来以后呢 才交了一家拍卖行去买去了 她可能没有经验 第一次没有拍成 但是没有拍成的那个消息 没有拍卖成的那个消息出来后 把它给炒热了 就说大家都在思考说 一个手机的吉祥号 一个汽车的一个什么号 都能卖到几十万 一个这么多的妇女做的 这么有艺术价值的一个珍宝 而且结果不会再有了 因为那绣片有很多都八十岁 七十多岁老太太 他们一娶 一死掉的话呢 现在这代年轻人不会绣这种东西了 她就再不会付这么一个作品 怎么竟然没眼力 就是中国就学有钱的人 这么没眼力的人买这个东西呢 结果这个消息一出 就是失败的消息出去后 第二天就有人来要卖 他们当然知道底价了 就用底价买走了 三十五万 三十五万 然后呢拍卖行提了百分之十 我们就拿了三十一万文 做什么呀 三十一万文 红红的这个起头 蒙头是怎么起来的呢 是社会完了 那段太累了 我就休假回零聘 我插队的地方去了 我回照一公里 同时还遇到事情 就说我们邻村 离我们村才只有三公里 三公里路的一个村子 一个女娃呢 考上大学了 那都九月二十几号二十号了嘛 说还没有去上大学 家里没钱 她妈自豪说你今年别多了 到明年苹果等街 苹果卖了货 我再来都说 哎呦我就觉得 在西安呀 前线离西安不远呀 怎么能用女孩子 读不起大学呢 我当时就给她说 我说你给那女孩上去找我 她如果读不起书 你让她找我了 然后我又跑去给互联干部说 我说你去给那个公事 给那个小镇带话去 如果那个女孩再上不了学 你让她到西安找我来 这就启发了我做洪峰 因为当时教那个就是 刚刚教育就是病鬼 开始要求收学费 那时候才收学费不高 大概就是两三千块钱吧 今年就有女孩子读不起书来了 那我说大学如果读不起书来的话 那小孩她肯定看没希望不读了 所以我就想用这个钱 能不能做点支持高档教育的事情 那么洪峰秀账卖的钱 就叫了个洪峰工程 七年的洪峰工程 也刚好我觉得有点 跟中国文化相解 中国文化哭都说 盘望子成龙 帮你成红 洪峰也寫了 女性成才这个工程的事情 这就开始了 第一年 当时的利息 存款利息还比较高 是百分之十五吧 十和十五 所以我们觉得 那一年的利息呢 还有三四万 我可以支持十个学生 一年一千 四年就四千了 但第一年我要把它 规模做大一点 支持二十个 结果没想到 这个通知给各个地市 发下去的要求一定是贫困户 就是说家在农村的 人均抽收入 在中国的贫困天下的 结果我们就报来了近百分 后来越来越多 那一年总共报了一百五十多份 事情书 然后你看着那份事情书 各个都是求学的过程 有非常艰难的 理程 读完高中的很部分 现在读大学根本没办法 所以你就不可能说二十个 就不管了 那没办法怎么办呢 后来我就跟主席说 详细媒体咱们开个新闻发布会 就开始打电话 就开始社会变得开始 然后因为企业没得用 记者帮忙找企业 所以这样我们第一年 就支持了八十多个 这样的成功 就企业的承诺了 企业也不开始 有四个企业也是记者帮我忙 其实企业有四个企业 各做了十个 然后更多的是零散 就做了八十多个 我们就把第一年最困难的 基本都送走了 这个就启发我了 第一年是最困难的 第一年做了这么多 第二年有人知道了 我们就跟这样一点一点做下去 那么这个做的也蛮艰难 第一年就是九六年开始 第一年做了八十多个 我记得是八十四个人 还是八十四个 还是八十五个人走了 那么第二年的时候呢 走了六十多个 那么这样的就是 你每年要靠媒体 你就要宣传呀 那这个机制 你不能每年 你这个是光花钱的事情 那我就说那怎么样宣传呢 我们把你每年都想了招吧 第一年是媒体 第二年我们还要给企业写信 把宣传所有的中文企业的那个 名单要来给每个企业家 都发了信 第三年我们上了那个 办了网页 上了网页 这样就说 每年每年私下宣传 但是慢慢呢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间 发现呢 这些孩子们呢 就说 从农村到城市呢 他们不仅仅是缺钱的问题 嗯 还有他们到城市呢 那个 那个 就是 被贫困压的 那个自尊心呀 等等 可能都被 被那个 就是 这种成像的等级 成像的等级 成像的等级 我觉得是在整个 心理的发现上 都太压抿 一定有 有很多不健康的一些 一些情绪 他们没有呢 不能完全那么 轻松的 和城市孩子一样的去 享受那个大学生活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觉得 洪水工程呢 也还得做点 其他的事情 后来我们也找到 是会 早前跟他们办了点 收心别培训 提高他们的那种 性别意识 也希望他们 通过性别意识的提升 意识到 贫困和女孩子的问题 不是他个人的问题 而是这个文化 这个体制的问题 也希望他们 回到家乡 做点事情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也感到 这个评论面很大 所以也希望这种 活动工作的事情 就是这种爱心 能够传递 就让他们也培养 这种社会责任感 就是你现在 因为大学生 跟那个农村的 贫困人后不一样 你这贫困是短暂的 你毕业后 有就业后 你可能就会 稍稍有好的收入 所以慢慢 启发他们自己 发起成了一个承诺 五年以后 再资助 这个大学生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真的是看到他们的成长 等那个那是哪一年 我们是2000年 2000年我的时候 我们给他们第一届毕业生 办了一个放飞 世纪的红缝 是由他们自己组织的 一个选择 几个大学的人 选择办的一个抽屁小组 他们自己排节目 他们当主持人 只有一个男主持人 上大学里面 借来的 他们自己当主持人 他们自己演节目 出版了舞台的时候 可能他们演节目 我和那个小明 我们两个眼泪就不断 知道吧 真的是不断 因为我们都看 第一批舞太熟悉了 看到爸爸妈妈 带他们爸爸 带我们到我们办公室 那种不自信 那种萎缩 尽在那儿 那个情况 到了2000年 他们自己跳的现代舞 他们自己演节目 演话 当主持人 真是感觉他们那种承扎 所以在那个过程中 真是人工 也是帮他们 因为我们还办一个 有那个简报 他们自己也可以 可以携带东西 那么胡沐英 一直坚持着 管理的 也比较严格 另外呢 这个对学生的选择 也比较严格 所以中间 从来没有出现过 任何的丑闻 而心意越来越好 所以他这个影响面 你多让他也来做些 他就慢慢的影响出去了 有一批稳定的资助人 包括很多朋友 全都给我很多支出了 高研一他们都 何小他们都去过 那么 这就是洪峰 你现在放给复联了是吧 我是2004年的 我离开那个 研究室主任的岗位 所以我就把洪峰工程 交给了下一任的 研究室主任 班里在做 班里是宣传部过来的 他自己在宣传方面呢 还有的他的强项 因为我当时做洪峰呢 也不是全自第一副作者 他只能占我很小 已经进入还有研究会 所以班里来了 他可能在 他在宣传面上 他比我有两个好的策略 我觉得他是在做成功的 一个呢 就是他在宣传上 多么的更多媒体 另外呢 他把复联 他把洪峰跟复联的工作 结合得更好 我当时洪峰是独立做的 没利用复联的资源 为什么呢 我一直把他梦想 滚动为一个 中国民间的妇女基金会 这是我的梦 就是说我希望 一旦这个基金会成立的话 我不希望他跟复联 太多的瓜葛 因为会有很多行政的干预 对他的独立性 所以我一直保持他的独立性 所以我一直保持他的独立性 希望他去做成一个民间的基金会 当然这个做就看着 没有互联的经济上的支持 和别的支持 就看着有他的难度 对吧 那么班里的话呢 他可能是一个呢 也继承了一个红红 前期本来就正在越来越好 这么样的基础 再加上他媒体的宣传做得好一些 再加上复联现在就是主席 各样的多年复联的资源做 所以他这几年资源的学生更多 资源更多 嗯 小先生你看看能不能再谈谈你 对于这个ANGEL组织 倒不一定是你自己这个研究会 因为具体你刚才讲的比较多了 就是对中国这个妇女的ANGEL组织的发展 你对未来的前景 看看你怎么看 还有他跟妇联这个组织的关系 嗯 其实嗯 分两开说 先说 我觉得中国NGO 从妇女NGO从九五十五 它可以说是中国的在NGO圈里面 就说是发育比较早的 对 也应该说发展比较好的 但它不是市场最大 它比不上环保NGO 嗯 环保NGO 我觉得它起步以后呢 它走的比较快 它尤其我觉得环保NGO这几年 行政合理在推动政府 在一些环保倡导上 比妇女NGO做的好一些 嗯 你看什么原因呢 我没有细分 我没有细分 这个可能是指导一个研究的问题 但我觉得环保现在在畅导上真的是做的非常漂亮的 这几件事 它进入主流的这个传媒中间 它媒体有一波 它不仅仅是媒体这一波人在做 嗯 你比如它那个陆江大坝的那个事情 它是好多NGO在一块里很合的 而且它还有一批很有影响的一些科学家 嗯 都在这里做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没有细细再去分析的 但就是说这个现状就是这样子 嗯 那些现在的妇女NGO呢 组织的话呢 嗯 分为好几类 嗯 嗯 一个就是说 你不能熟悉的 还在高校里面这样的都是研究的 对吧 研究的组织 嗯 研究的组织严格上 不可以在大学下的NGO 不一定叫的 它可以称不上NGO 嗯 因为真正的NGO 它是要求你独立性 你在社会公开注册的 你知道吧 嗯 那么大学的中心 还更像于大学底下的一个 研究的一个派出机构一样的东西 嗯 它的经费人员 它是另外一套 一套的组织 嗯 那么这个草根的 或者这种妇女NGO组织吧 我觉得呢 这些年 新生的不多 嗯 嗯 这是它面临的问题 嗯 不像其他的环境呀 和发展的NGO呀 我觉得那种草根的越来越多 嗯 嗯 中国的妇女NGO又差不多都是九十年代 九五十年代 九五十年代前后 嗯 这些年新生的不多 嗯 这时候长得比较单纯的一点 嗯 对 我们也关注到 比如这次九五加十开会 你看这个妇女组织 基本上还是些老人嘛 在那儿 大家有影响的这些人物 嗯 还有一波新人 可能机制也有问题 那个会有一波新人 又加不进去 嗯 嗯 嗯 但我觉得整个NGO 现在来自在国内来说 尤其在这两三年 嗯 还是 发展的势头比较猛 嗯 嗯 两个区域 两个现象我来自这么说 一个我觉得 新的小的NGO 真的是非常多的出现 我不敢去甘肃 我去过去广州参加 华南地区民间NGO能建设 嗯 我是去甘肃参加甘肃地区的 嗯 民间组织和谐社会研讨 嗯 还是见到很多的小的 妇女的 不是 我就说NGO组 不说妇女 NGO组织草的很多 我说国内的NGO组织 哪个方面的呢 环保的 环保的发展 残疾人的 残疾人 不叫残疾人 那智障 智障 智障 智障人士的工作 社会福利的 浪文人的都有 挺多的 嗯 嗯 这是我的感觉是 就是说我说的 总结的NGO发展 势头比较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觉得从 现在呢 更多的谈到NGO 内部的管理 嗯 能力建设 如果刚开始NGO 是一拨人自法组织 现在就是七八条枪杆 一根组出来 就这么大 现在在NGO的能力建设方面 NGO系统的内部的治理 领导力的培训 筹款 财务管理 这一套的培训 嗯 上海的庄爱林 北京的NPO 李来来 广州的朱建刚 是中国自己在做NGO 成立自己的NGO组织 本身使命是做NGO的能力建设 NGO的信息 不是国外基金会支持 不是 他们的钱也是NGO 国外基金会 但是人是什么 在做NGO组织能力 对 也成立一批这样的机构 也在做这样 然后你就看NGO的研讨会 NGO的网络会 就特别多 就一个现象 我在去年以前 我的电子邮件 基本处理的是 和我研究会机构的信 项目呀 活动呀 有关系的 那么我今年就发现 我很多的信处理的是 和外国NGO的关系 我参观要参加很多网络 你看 北京现在有7家 我们也发起7家 我们在跟什么 然后跟NGO和政府对话 看NGO和政府关系的一个网络 前不久 刚在南京开的第一次会议 然后这7家是轮流座庄的 那就筹备会 研讨会在 全国的一个网络 全国的网络 7家发起的 我们是其中之一 不是光是妇女的 不是 妇女的话 我们有个6家妇女NGO 能力建设 那个项目是 在北京开的会 今年马上在河南开第二次 这是我们筹备的 我们牵头的吧 我还要参加 跟那个 国际计划 就是这种事情 还有我们做陕西NGO学习网 就是一些活能力建设的事情 然后再加上不同地方 NGO能力建设 请你去做点培训 所以我觉得NGO挺活跃的 相比之下 我觉得妇女NGO弱了一点 赶不上整个 发展的势头 赶不上NGO发展的势头 还要维持在90年代 我的那个情况 我不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 我也没细细考虑这个事情 那你自己对于今后 从你自己来说 除了你刚才讲的这个研究会 作为一个地区的网络的发展 你做要做很多推动之外 你对你自己个人还有什么打算 我吧 我一直在创造机会 几年我都想 只有现在研究会 就退到20年来 因为 怎么说呢 还有的 我从前说 我可能自己也批判自己 可能那些学者情节 还在存在吧 还想做点研究 特别是做点 风雨史的研究 因为50年代 那段历史 我做的时候 那么多资料 我觉得我还有点割舍不掉 这是我一个对50年代那一段 一直想做一点东西 另外我觉得80年代以后 我又是一个亲历者 亲身参加了整个的这个妇女研究 妇女组织 也在某种農村发展 NGO的发展这个圈 我都有很多的自己的那个亲历 另外我也想把这些东西的经历 也作为本身作为一个对象 去思考它去也想做的研究 就是有很多这种研究的梦 目前只是说没时间 看看能不能等 逐渐的退下来吧 我这话老说 我也现在不敢给别人说 我什么时候都退下来了 但我还是在做退的准备 那要是你今天退下来 这个研究会 能像你在的一样这样运作吗 现在研究会内部已经有一套 机制化的运作机制了 我觉得呢 其实我不在他们做的也挺好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研究会 是一种心理上的稳定的那种作用 另外有这个东西可能现在 暂时还缺一个人代替 所以看到这一点的话 我现在还没有 还不能马上退下来 因为我给大家说 我觉得我把陕西护理研究会的这个建设 也是看作一种研究 一种创新 就看到在推动中国整个政治民主化建筹中 它是个case 由它的成长来感受到外界的各种的机遇 挑战障碍和我们自己的能动性 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 在实践中做学问的一篇论文 我是希望把它做好 既然已经做到现在了 我是希望有一个好的交代 如果纯粹是个人的兴趣的话 也包括现在目前这个工作也太累 也在摩托手上觉得 真的女儿老批准我是透支健康的 真的是超复合的工作 我可能早都这么想完 但是就觉得这篇文章没写完呢 还不到话句话的时候 就是这个想法